讀中大的时候就在联合书院 我自己在中大是读崇基书院 我是读崇基的 我是中大联合书院的 选中大因为我喜欢书院的气息 风景优美 山林水秀 地灵人杰 外面有个无敌的海 这个环境优美 很舒适 可以让你专心读书院 比起其他大学的校园 校舍环境很不同 中大出过一个很出名的数学家 是世界级的数学家 叫邮胜童 唯一一个拿Fuse Medal的华人 很自然会选中大去读书 我自己选中文系 毫无疑问应该都要选中大 崇基每年有四大活动 我们整个崇基书院都会参加 包括四饮杯 一个联书院的歌唱比赛 还有一个附书院是联书院的运动比赛 还有崇昌 还有崇庆 中大都有很多体育馆 场 日夫 联合 新 崇基 或者崇基的下定基 通常有些朋友是打波多 最好吃的是N.A.C.E.N. 因为它有很多饭饭 算是正常和即整的 大多数都是C.C. 三种汁和四种饭饭 有无限的配搭 本部Flangling 麻辣的肥牛米线 N.A.C.E.N. 我一去就会叫两三个茶餐 还有那里出名的是什么呢 红豆冰很好喝 我们从中大狗的地方吃过之后 其他就算是在街上都没吃过 真的很好吃 在宿舍中最难忘的事件 当然就是打蛇 什么叫打蛇呢 就是非宿生 并不是住宿的人 进来非法逗留 每当打蛇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哗鬼叫 很多蛇会到处躲 跟他们玩兵竹策的游戏 这个当时吃着花生等替器 也挺过人的 住宿的时候 因为它有个冰箱在公家用的 那些人就常常买东西 放在冰箱里就被人偷了 有个同学就被人偷了 太厉害了 他就很愤怒 就买了着巢的三色冰箱 然后把朱古力的部分 就吃了一半 在洗手间 就把这些变力的 噁心的东西 就放在三色冰箱底下 再铺上朱古力 就砌到一盒新的 第二天 那盒雪糕也是被人吃了 就是千万不要偷人吃 否则就会有报应